大家好 这里是坑的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生长激素 在前面的话题中 我们讲了生长激素的概念和作用 今天我们来谈论生长激素的分泌问题 包括如何安排生活和训练 来提高其分泌的数量 还有生长激素和其他激素的关系问题 当然请朋友观看上期视频的小伙伴 请去看前面的视频 生长激素的分泌受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年龄 性别 饮食 运动 睡眠以及压力等等 人体生长激素的分泌几乎贯穿一生 一般来说儿童和青少年 生长激素的分泌量要大于成人 因为这是他们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其中生长激素的分泌 在婴儿期和青春期达到最高峰 其分泌高峰时 在雪中的含量600毫克左右 因此缺少生长激素 将会造成儿童发育和生长的问题 例如肥胖 身高发育 情绪 心理 心脏等等 在25岁时 身体彻底完成成长阶段 分泌量将逐渐减少 每10年平均减少14% 到60岁时 分泌量可能只有青少年时期的一半左右 这些减少可能会导致肌肉质量下降 脂肪增加 记忆力下降 骨密度下降 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等等问题 生长激素的分泌在一天当中并不是恒定的 而是有高峰和低谷 生长激素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 分泌量达到最高峰 经血液循环 纵达全身 有研究表明 生长激素可能与退黑素有关 退黑素是一种在黑暗中产生的激素 有助于调整睡眠和觉醒周期 如果熬夜或者错过上述睡眠时间 将无法获得人体自然分泌的生长激素 从而影响身体组织修复的过程 看视频的小伙伴请注意 因为存在时差问题 我在临睡前看一下视频的播放情况 经常看到还有中国的小伙伴仍然在观看视频 你热爱学习这很好 但是你可能错过了生长激素修复身体的机会 男性和女性的生长激素分泌 在大多数时候是相似的 但是女性在两个时间段 比男性有更高的生长激素分泌量 第一休息时 女性通常比男性有更高的生长激素分泌水平 第二女性在怀孕期和有些时间的月经周期内 会有更高的生长激素分泌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期内 女性不容易长脂肪 一般来说生长激素的分泌从20岁开始减少 生长激素的缺乏会造成 抑疲劳肌肉萎缩 体力下降 视力减退 骨质疏松 心脏机能障碍 肥胖 手脚麻木 耳鸣心悸等状况 那么如何让生长激素分泌正常 甚至增加呢 除了上面提到的睡眠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和饮食的手段改善 首先看抗走敌训练方面 一项研究表明中高强度75%到85% 也就是每组训练次数在8至10次的训练 更能提高生长激素分泌水平 这比高强度训练 也就是每组训练次数为5次的训练 分泌量高10倍 同时注意 每组休息时间应该安排为1分钟 因为这种类型的训练 更能引起肌肉的疲劳和乳酸的堆积 而肌肉的疲劳和乳酸的堆积使用的是快速糖浇解功能 这两者都被证明可以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 研究表明使用这类的训练方式 不但在训练中可以将生长激素的分泌推置到最高点 而且可以保持高分泌量 直到训练结束后90分钟到6个小时 在有氧运动时训练强度控制到最大储备心率70%时 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休息时的5倍最为旺盛 采用高强度间歇性有氧运动训练的人 生长激素分泌量更高 最后我们要讲解一下生长激素和睾酮的关系 生长激素和睾酮在人体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 二者都能刺激骨骼和肌肉的生长 但是生长激素是依靠胰岛素生长因子 进而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增值 而睾酮则直接刺激肌肉的生长 并影响骨骼的成熟 此外它们都能够防止肌肉的破坏和降解 生长激素可以增加脂肪的分解 这个功能我们此前讲解过 而睾酮则影响脂肪的分布和储存 注意睾酮景象于抑制脂肪在身体特定部位 例如大腿和臀部的积累 而促进脂肪在其他区域 例如腹部的分布 可见两者都能够增加增肌减脂的效果 但是途径不同 生长激素在减脂方面更加突出 睾酮在增肌方面更加突出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生长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的分泌量受到年龄 性别 运动 饮食 睡眠 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儿童和青少年阶段 分泌量最高 随着年龄增加逐步降低 女性与男性有更多机会 分泌更多的生长激素 中高强度的训练 尤其是使用快速糖小姐功能 每肚间休息一分钟的训练 对于提高生长激素的分泌最有效 强度为70%最大储备心率的有氧运动 以及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能够提高生长激素的分泌 生长激素和睾酮 对于增肌和减脂都有重要作用 但是因为它们的途径不同 达到的效果也就不同 生长激素在减脂方面更加突出 睾酮在增肌方面更加突出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